废弃的茶叶罐均匀涂抹压克力胶 用吹风机吹两分钟成了白色的罐子 然后拿出有图案的餐巾纸 剪裁之后粘贴上去 最后上一层钻用胶 一件漂亮的作品就完成了 入骨我们茶叶地区的一个回收的东西 那因为蝶谷巴特我们赋予新的生命 那这些都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它可以当笔筒 当筷子筒 瑞丰国小的老师和学生利用蝶谷巴特技法 把废弃物变艺术品 茶叶罐都是用一用就直接丢掉了 然后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用蝶谷巴特 还可以让它再利用 垃圾的东西然后可以把它变成像新的东西一样 他们会回收 而且他们把这部分带回去给家长 所以家长现在也蛮有兴趣学这一方面的 来布置他们的家园 这个要解细一点点 来自加拿大的两名志工专程来取经 在温哥华担任慈济人文学校校长的 梁玉燕在国内外作育英才 此刻要将台湾的环保观念带回加拿大 本来我这个电脑是黑白的 但是经过了短短的一个多小时 竟然可以画黑白为彩色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受用 所以回到加拿大之后 打算把这样的一个环保的理念 推广到桥居地 千里因缘一线迁 加拿大居民和鹿谷山上的小学校 因为爱护地球一念心 结下了美丽情缘 大爱新闻 双者人 郭记忠 南投报道